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不是 迪丽热巴 杨阳 在新年前西雨 赵露丝 做了这件事 不久前 赵露丝获得了与Space四大流量之一的杨阳合作的机会 观众对他们二人的反应是积极的 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尽管事实上 让我们尝试世界 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成功 杨阳和赵露丝拍拖的传言 一直传到电影上映期间 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在得知赵露丝和杨阳 在过年前不久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时 都吃了一惊 这个启示让他们感到惊讶 更具体地说 赵露丝在拍摄《隐神》时 拍摄的多张照片已经公开 看这张照片 不难看出小花这几年胖了不少 在之前公开的一系列照片中 赵露丝的脸 比现在展示的照片明显消瘦了很多 在最近的品牌直播中 杨阳就和之前的赵露丝一样 给人的感觉是突然长胖了很多 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 虽然她长胖了 但这个久被颜值的人 还是相当帅气的 有能力轻松俘获粉丝的放心 尽管她连续九次 被评为最具吸引力的人 但这些人仍然相信这一点 杨阳和赵露丝选择 一起减肥 让粉丝们对他们的支持更上一层楼 虽然他们在天河中合作的作品不是很出色 但很多人还是对这对夫妇 在下一部作品中的合作感到非常兴奋 他们希望尽快上映 不过 在一起来试一试这个世界上映之后 现在看来 卓洛图和杨阳复合的可能性很小了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低 与目前涉足爱情偶像系列电影的 9X小花童不同 杨阳正专注于制作高品质的剧情电影 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考虑到他们开始不同职业的年龄差异 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这对夫妇 对他们的工作生活 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 杨阳和赵露丝接下来的播出 是目前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